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湾有一位广化老法师 持戒念佛很出名 然后呢 因为他经常打坐很认真念佛 所以得到痔疮 那痔疮以后经常流血 有一次大众开会 那么他不知道自己痔疮很严重 然后在开完会以后一站起来 一摸后面都湿的 都是血很不好看 结果隔天要开大伐会 他又要煮法 这下怎么办 如果又在流血 不但不庄严 居士笑 所以呢 他就在大雄宝殿里面 跟所有的出家人说 你们把大雄宝殿关起来 我今天晚上要拼了 因为呢 他就在那边一直拜观音菩萨 跟观音菩萨说 如果我拜到天亮 就算拜到死 我都要拜 不要让我明天 痔疮再流血 不然我要煮法 怎么办 结果他拜到怎么样 拜到根本没有力气 拜到连嘴巴都念不出佛 你看他拜得多厉害 拜到身体趴在地上 嘴巴还念佛 念到根本没有力气 还在那边求 他跟观音菩萨说 如果明天不能够让我不流血 我就死在这边 都无所谓 要叫拼了 结果等他已经快昏迷了 拜到不能讲话 就看到巨生神两个在那边 跟观音菩萨开会了 怎么办 怎么办 所以他就写了 终于看到了 同名神 同心神 同神神 在那边求 两个人说 那这下怎么办 他说 他要么就死了 他时间还没到 后来 他们两个开完会以后 结果老和尚早上一醒来 大家赶快门打开醒来 整个痴疮都好了 他的决心 感应了观音菩萨不可思议 所以 这是老和尚 看到巨生神的实况 所以我想 我揭露这些 就是希望 我们学佛了 每天都要相信 你永远不寂寞 永远有人跟着你 里里外外 所以你做了什么好事坏事 也不用宣传 也不用隐盖 反正永远 百分之百 跟你记得很清楚 天上的神都知道 地下的阎罗王也知道 是